上拍 起 好 張開再下 到這邊 這裡 到這邊彈的順嗎 前面有順 都沒有問題喔 就烏龜那裡 對 卡在那邊 我覺得這裡也有點難 你要再過來跳 對 我的這個拉 其實我就不要轉直 因為它只有一個音 我就是彈 然後趕快下來 開始了齁 1 2 3 然後上去一下再回來 好 我們再上一 好 這裡 出一位子 再下直 對 妳這樣學第三期 學第四期了嘛 對不對 還在做手術的調整 對 都在手術的調整 那這樣學起來變得多 妳現在會彈的曲子也很多 對 機子很多 那這樣學會自彈 這樣最大的好處在怎樣呢 最大的陶醉會陶醉在這裡 會彈的話會陶醉在這裡 妳這樣自己彈得很高興 對 對 從這裡好了 對 老師每一期都會根據我們學員的程度 來設計不同的課程 讓我們的學員呢 從慢慢的出階 從你不懂 手指的運動 一直到出階 進階 一直到高階 那每一個階段老師都會教不同的曲子 那個 深淺不一 這難以不同的曲子 讓我們學員可以自己練習 那或者是讓我們學員自己互相交流 那還有一點就是我們那個學員幾個私下呢 就是用不同的樂器自己練習 自己合奏這樣子 就像在組樂團一樣這樣子 所以覺得在安老師的課程裡面 我學到了很多的 比如說像彈琴的技巧 還有那個音樂的素揚 一直從開國元老學到現在的原因 對 那你現在怎麼覺得幾期了 我這期是第五期了 對 對 我們現在就是抱著這種心態 而且安老師他也非常的用心 跟非常的熱心 只要我們有學員不會的 他會從慢慢很有耐心的 慢慢的從基礎的慢慢教